大家好,我是苏苏 可能在这里面年龄最大的吧,应该是 也是一个老学 我六、九的 我六、七 姐 就是说身体的感受 就是刚刚姑姑说的 每一次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千人千面 这个就不说感受了 我就觉得每次 哪怕是我没有参加 无论是精品课 还是我们的思织 他们的消息 我就是一直关注 我就把他们看成家人 你看我来的时候我会不由自主的 你看我来的时候特别 兴奋的就拥抱了小悠 小悠老师平时是很严点的 很没安他的 但是我是由衷的 因为他们这个团队啊 我太喜欢他们的 一点不公立也不世俗 特别纯粹 就是在心底里我就觉得他们就是家人 就像来到这里就像回到故乡 一样的感觉 特别好这一点是 因为我还是一个 有的时候还是看似很外向 但是在内心里属于是封闭式敞开那种 你看着还是很外向 但实际内在还是很封闭的 但是在这个地方 就他们这个团队的人 我就是不知道为啥 就特别特别喜欢 好像就是我的家人 还不仅仅是他 可能就是吉吉老师说的那种缘分吧 刚刚姑姑说这个让他打开了波 其实我是反的 我以前很闹腾的 我是很闹腾那个人 但是波是让我能够静下来的 而且我会亲生欢喜 我一看到他 我们俩搞了一个工作室在上海 因为他天蓝地北的跑 我在工作室的时候比较多 我是隔两天不去 我就心里就会空落落的 我一去打开我那个门 我一看到那个 这个造型跟吉吉老师一样的 复制的 我一坐在那我就心里可满足了 真的就是这样的 然后有的时候知道去不了 我就拿一个波回去 我就拿一个波回到家里 他觉得我的心才能安住下来 这是我很由衷的感觉 也希望大家常来 常回家 真的 这个是大家心灵的家园 你们会越来越喜欢的 好 谢谢大家